从事美法设计超过20年的吴国春 他有着布农族的血统 勇于尝试创新技法 过去曾参加各式竞赛 却一直没有亮眼表现 一直到去年 他获得全球性大赛肯定 而他独树一格的设计品位 获得不少顾客支持 他希望未来可以把原名文化元素 融入设计当中 深情专注的一位顾客 进行初步的发型修剪 收集到落的每一刻 吴国春的脑子也跟着转动不停 构思着整体的设计造型 也因此总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成本 才能完成一个作品 到这里 对对对 因为你耳后的话 你的头发很厚 所以你耳后你必须要勾起来才看得到 再来就是我跟你强调那个绿色的部分 有时候可能剪到那边 发现它那边歪掉了 那我就会从那个歪掉的那个部分 再继续着手 然后再创出一个新的概念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外面的懒的都差不多 然后我就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给他懒的话就是有新的创意 从事美髮设计超过20年的吴国春 有着布农族的鞋统 2014年创立自己的发型工作室 一步一步朝着美髮梦想前进 而他总是能够想到 别人想不到的创新设计 不只掳获顾客的心 也获得评审青睐 荣获全球性大赛佳作 然而这一路来他失败过无数次 促使他持续坚持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 原住民文化特色 布农族的这一个 它是比较属于暗色系的一个色调 所以就是说 我必须要做更大的突破 我才可以办上那个国际舞台 吴国春一次次尝试创新突破框架 20多年来某一件 如今大放一彩 他谦虚地表示 是因为许多好手没有参赛 他也鼓励所有发型设计师勇于参赛 透过赛场舞台展现自己 传达设计理念 继续下回台东市报道